音樂音樂 平常我們都可以感覺到風吹的存在 那風有兩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風的方向 那怎麼判斷風的方向呢? 首先認識風向,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現在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風向機來認識風向 怎麼樣判別呢?非常簡單 這隻機面對的方向是風的方向 所以他現在面對的方向是這個N N就是北方,所以現在吹的風就是北風 但是會判別風向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的風的級數了 風級呢,國際上通用的標準為浦浦風級 那什麼是浦浦風級呢? 其實就是1805年英國海軍上架浦浦所發明的 他總共分成0到12級 現在已經擴張到17級 但是台灣依舊以0到12級為標準 風級,0級就是完全無風的狀態 1級就是能夠吹動煙囪的煙 2級的風可以讓樹葉有稍稍的微風洞 在這個區間的風其實都很微弱 也會讓我們覺得有點悶熱,不易察覺 3、4級的風呢,則是會讓人覺得最舒服的喔 3級的風你可以感覺到旗幟在飄牙 4級的風呢,就是有捲起成土 或是讓水面出現潑紋的效果 這時候的人會感覺是最舒服、最涼爽的 接著我們來看5跟6級的風 5級的風呢,就是會讓樹枝明顯的搖擺 你可以感覺到上面的樹葉都在動 6級的風呢,已經達到中級的風了 這樣的風其實會讓人撐著傘 是會開花的,而且呢,舉步圍堅 等到7到8級的風呢,就可以說是非常強勁的風了 走在路上的時候呢,可能就會有東西砸落 也有可能呢,就是人人要行走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舉步圍堅 很難往前寸步來行 超過了8級的風呢,就是平常我們在講的颱風啦 那這時候的颱風的風有多大呢? 就是樹可能會被吹倒 建築物也有可能會被損壞 風力到了10級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颱風架啦 可是安全起見,千萬不要出門喔 在了解了風的方向以及風的極速之後呢 你以後再看氣象報告的時候啊 就要多多注意囉 因為你了解了風力跟風向之後呢 就可以說明天的天氣如何 並且做好你的防風準備